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君搞什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个集中研读让我看出了人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某一年的子参班陆院考试的集中研读 在总部的深思熟虑之后 由我们单位来办理 有时候营区的地理位置良好 或许也不是件好事 我在这个营区不知道办理过多少的讲习 示范集中受检等等的场地规划及布置 这些都是自己分内工作以外的事 上级都下命令了 下级也只能欣然接受 其实第一次办理深造教育的集中研读 还蛮新奇的 虽然只有两个星期 我们还是把礼堂空了出来 每一个人都是一张大桌子 冷气是全天候开放 只希望每个人在舒适的环境中 都能一举金榜提名 虽然集中研读只有两个星期 但是在这两个星期当中 我却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为了考上 为了业务的执行 每个人都在勾心斗角 使出浑身结束 当时有一个以前共事过的一个男少校 跑来跟我说 礼堂里面人走来走去的 我真的看不下书 你的办公室借我看书啦 我就想说 好吧 反正我白天都在外面看部队 几乎很少回办公室 如果你有办法待在没有冷气的空间的话 就借你吧 但是当时我的心里就在想 有没有心机那么重啊 一起看书才会有想要认真的感觉吧 干嘛怕人家知道你的看书进度 最后他还真的就在我办公室看起书来了 难怪他当年没有考取录院 这么热的办公室 要如何看得下书 第二年他就跟大家一起看书了 第二年他就顺利考取了录院 后续也接续考取了战院 目前是中部地区的一个上校主官 第二个案例是我看到了一个业务主管的人姓 业务主管当然要管制科处式的全班事宜 如果你们是一个科士主管 你的一个少校负责科里面重要的业务 但是他就要去集中研读两个星期了 而正巧这个集中研读的场地 就在自己的营区里面 你是这个主管 你会做什么样的厨制 你是会让他安心去读书呢 还是像这个科长一样 让他八点去点个名 然后就回办公室去做业务了 每天这个女少校都忙到晚上七八点 才有时间去看书 我也在这个营区里面 大家也都完全知道这件事 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只能默默的为这个女少校祈祷 不知道是大家的念力太强 还是他自己真的是太聪明了 在没有什么看书的时间状况下 他竟然一把就考上了只餐班 真的是太厉害了 也真的是辛苦他了 第三个案例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算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 这个女少校也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 她曾经犯话 这一次她一定要考上只餐班 但是她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是他们科也是每天都叫她回办公室作业 经过了两天之后她真的受不了了 她做出了一件事让大家整个都傻眼了 不是去自我伤害了 她都一定要去只餐班了 怎么会自我伤害呢 她是去住院两个星期 就正好是这两个星期 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 我只知道她最后也考上了只餐班 或许我们真的不能一味的怪罪这个女少校 如果当初没有科长的禁止 难道她会出此下策吗 她不过是想为自己的虔诚 想好好努力一次而已 不希望因此而留下遗憾 我反而是觉得这个科长的责任比较大 你就不能让人家好好去读个书吗 我原本认为集中研读是一件简单的事 没有想到会让我看到这么多的面向 我在这两个星期 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 有些长官在走廊讲电话 交代说明业务的相关细节 我一直在想 到底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一定要在人家集中研读的时候 去打扰人家看书 我觉得这些科士主管真的很无能 你就不能处理吗 还是你根本就不希望她考上 一直打电话吵人家 长官的想法总是让我无法想象 以上是我针对一个集中研读 让我看出了人性的分享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务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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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